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今天这支视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周末的小收获 首先就是佛手瓜 佛手瓜已经开始开花 有一些小果子在上面了 但是最近呢,因为可能气温比较好 所以长得实在是太疯了 我这个架子都快要塌掉了 所以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吃这个龙须菜了 今天就找一些嫩烧 把它们稍微剪一下 同时也给整个这个藤蔓降低一些负担 然后就是茄子 最近呢,因为温度降下来了一些 这个茄子长得比较慢了 所以同一时间呢 可能也就只有一两颗茄子能够收获 大概每三个星期呢,可以收获一次 但是现在还有花在上面 应该后面可能还会有果实 种在茄子旁边的是丝瓜 丝瓜现在进入了一个圣果期 每周都会有这么三两个丝瓜长出来 可以收获 我一共是种了三颗丝瓜 所以它们经常是有这个公花可以给它授粉的 那如果你只种一颗的话 可能这个雌花和雄花不是同一个时间开放 就会这个结果量就会稍微小一些 这边呢,是刚刚移植到地里去的一些大苗 是cauliflower和broccoli 然后再往这边这个红色的框比较有意思 这个是我种的豆苗 它就是一餐豆苗的量 这个豆子呢 就是直接在Amazon上直接买的那种dry bean 但是你要注意你要买那种hold bean 不要买那种split的话 就是已经分开的 就是两个豆瓣的那种 那hold bean呢 才是可以发芽 可以用来种的 这个东西在美国的很多超市也可以买得到 如果去超市里购物的话 也可以找一找 那种植的方法就非常简单 直接泡水一个晚上 然后第二天呢 把水倒掉 在室温的环境下再放一天 它就会有白白的那个根芽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它直接转移到地里 转移到地里的时候呢 为了让它发芽和生长的稍微快一些 我是没有把它 就是上面覆盖土的 就是直接把它平铺一层在土上 然后这种情况下呢 虽然发芽快 但是如果你家里经常会有鸟啊 或者有小动物什么的 它们就会把它吃掉 像我这边的话就是鸟 它很喜欢挖那个豆子 所以我就拿了一个红色的这种 买菜的时候 那个商家送的这种筐 把它直接扣在上面 然后在这个筐的四周 稍微覆盖一点土 每天就浇水就可以了 不用撒什么肥料 大概三周左右就已经长到 就是可以采收了 那这一次采收 就是一餐吃是没有问题的 剩下的这些豆子呢 还可以留在地里 还可以再长一次 然后看它们这个生长的速度吧 等到生长非常非常慢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们直接挖出来 丢到堆肥桶里去做堆肥了 这个豆苗长出来是非常非常嫩的 也很好吃 旁边这个玉米还是在生长中 是黏玉米 暂时还没有抽碎 这边呢 是种在地里的白萝卜 就不像种在种植袋里一样 那种比较精心的把它排列组合好 我就是随便在地里撒的种子 然后呢 等它们出苗之后 进行了一次建苗 右边是前几天刚刚移植过来的蜗具 这边呢 是种植袋里的姜 最近这个温度 应该姜是蛮喜欢的 种了三棵在这个大的 这个种植袋里面 现在三个都已经发芽了 有一个的芽还长得特别特别的高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萝卜的更新 这个是种在种植袋里的白萝卜 现在已经开始长根了 那这个绿萝卜的状态是特别特别好的 我每天就是想着什么时候才能拔一个试试看 已经蛮粗的了 所以我最近可能会先拔一个出来尝尝 看看不同阶段的这个萝卜 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口感 再来看一下种植袋里的这个白菜 真的长得特别漂亮 我觉得就是完全可以当观赏植物来用了 已经这个叶子忧虑忧虑的 而且的确是没有任何鸟吃虫咬的这个痕迹 下面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植物都非常非常的健康 现在已经可以采收小白菜了 终于我把地里种的这一个特别大的西瓜给它采收了 然后我这个西瓜应该是从年初大概三月的时候就开始育苗了 一直一直长到现在 下面的这个托盘 之前有朋友问过我这个长得像蚊香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就是专门给瓜类用来把它从那个地面上拖起来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如果你种过南瓜或者种过这种瓜类在地上的这种 你应该会知道那个瓜接触地面的那一面 它的颜色会比较不均匀 而且会可能鼓不起来 那有这个蚊香托的话 它就可以就是让这个瓜在这个托上生长 不会接触土壤和这个水 它相较而言就会长得稍微圆一些 这个西瓜很甜很甜 那红薯叶呢现在也是长得很好 这个东西不只是耐高温 看样子也比较耐这个长温 这边的雪里红很明显的就是在高温状况下 它都已经开始开花打子了 不如这个冬天种的品质好 这边就是上次修剪了一下苦瓜 给追了点肥 然后苦瓜就开始拼命地结瓜了 这个苦瓜不是非常非常苦的那种 羊角翠呢因为备受这个白粉病的折磨 它的叶子基本上都挂掉了 而且大部分植株都被这个白粉病侵染了 最后就还剩下了两个瓜 两个藤然后尝尝味道 等着来年再重新种植 四棱豆呢我本来是想自己留下种子的 但是留在地里的这个就被虫子给咬掉了 被虫子吃了 但是四棱豆很明显就是在这种非 不是非常炎热的这个天气下 它的结佳能力 它的开花能力都有所提高 就往上攀爬的这些藤条上面会有很多很多小的四棱豆 刚刚结出来的 正在准备长大 然后同时也开了很多很多的花 所以现在这个20度出头的这个温度应该是最适合它结佳开花的 你那边如果比较热的话就不要着急 应该很快很快就会到这个开花结佳期了 这就是我本周的一些小收获来分享给大家 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